平常的话就是躺平 侧躺跟正躺的时候是躺平 除了吃饭的时候 因为为了怕食物逆流 胃力逆流 所以我们要垫高 要把船头摇高 然后枕头的话 就是一个枕头高度 就不要再垫任何那个小枕头了 那他的头悬空没关系 正躺的时候没关系 侧躺还是要把他撑住啦 但正躺的时候 他头抬高悬空没有关系 就让他悬空了 就让他悬空 侧躺时候不要悬空 正躺时候悬空没关系 强调一下正躺时候可以悬空 让地心领力让他把他的脊柱 跟腰慢慢让他躺下去 侧躺时候就不要让他悬空 不要悬空 然后在那个我们的身体在垫的时候 不要把他的背部啊什么 全部都塞满了 这些枕头要留点空隙 让他透气 让他透气 不要全部都是那个枕头啊 明背啊 全部都塞满了 这样子他都没有透气 容易得乳疮 或是说皮肤的一些症状 然后呢 垫的东西要有点支撑力 不要太软 或是说不够高 要有点支撑力的 像以前我会常用那个就是说布啊 明背哦 把它卷得扎实一点的 不是松松垮垮的 然后来垫 然后一般我会垫臀部跟肩膀这一块 那背部是漏空的 让他能够透气 不要说全部都要封死 那这样他是不能透气的 你是发现他有流汗吗 啊 这样慢慢会流汗啊 嗯哼 那如果你把他封得太紧 如果湿气重 还有天气有点热 他就流很多汗 嗯哼 那我们其实你只要 如果他臀部跟肩膀垫好以后 基本上你整个就已经翻好了 那背部就不需要再去垫他 嗯哼 那个是比较没有必要的垫的东西 那反而会造成他闷 嗯哼 闷热的话其实都不舒服 嗯哼 然后脚的话 以左脚而已 我会建议说 你可以抬他小腿 直抬小腿 然后 然后再把它放下去的时候 就是顺便 哦 把它撑直这样子 嗯 哦 大概是这一部分 嗯哼 OK 好谢谢 你你还有建议说 要去问骨科大夫 他的手原来 应该是说神经内科 可能会比较有关系 嗯 跟中风有关的啦 这应该不是骨科 骨科会不会跟你讲他骨头 骨科只讲骨头 应该是腹腱科 或者是说神经内科 这些可能跟比较有关 跟骨科没有关系 骨科 这骨头都好 关系也都好 嗯 所以如果骨科没有用 OK 应该是腹腱或是神经内 OK 跟中风比较有关的啦 嗯哼 中风他 你看不是看骨科啊 嗯 所以你说他的右手本来很软 嗯 有软 然后后来慢慢有 感觉他比较有力量 可是现在变成说很僵硬了 嗯哼 手都一直在处理 嗯 啊为什么呢 嗯哼 那我知道是说有些人会转换 嗯哼 哦 会转换 嗯 那是神经的问题啦 OK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嗯 好